王小菲在日前突然腦收暴走 在微波上開嗆前小一字小A4 別欺人太甚 還表示我想要孩子 不允許一個不認識的人 讓他們叫爸爸 母親張蘭也跟著加油添醋 直酸小A4是小台獨漢惹禍的罪 持續失控的募資量 讓外界看了相當反感 連中國網民也開始出現反彈聲浪 而在31日 王小菲被爆料經營的餐廳 遭到中國政府罰錢 自家餐廳品牌馬六 即位於北京的成東分店 25日因為油煙排放量超標 被政府罰款約台幣6.3萬 經營的餐飲品牌 殘遭政府罰款的消息曝光後 馬上迎來許多網友的討論 分分留言要他好好經營餐廳 不要總是讓家裡的事登上熱搜 還有人說王小菲是 烏漏偏逢連夜雨的最佳代表 價值處理不好 現在餐廳也出事真的慘 原來是被罰錢了 難怪這幾天心情不好 在微波暴走 也有人直批他的餐廳污染環境 應該要給差評